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241集 硬扛到底 在鲁成良的问题上 首先五月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省公安厅也有处置不力反应不及时的症结 再次省委秘书长夏立同志亲自前往五月市 还是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夏立同志的工作也很不到位 秋人里一番话说出 先定下基调 没有留下丝毫回旋的雨滴 气势大盛 周鸿记离开京城之前 一直在部位之中打转 深受部位工作风气的影响 认为 在部位历练 在部位历练 比在地方历练 成长更快 起点更高 而且 眼界更宽广 也是 近年来 步伐出出部位 就名扬天下的县力 更有不少人 从副部长 直接上任省长 或者 由正部 一步到位 担任省委书记 先例一开 周鸿基 就感同神兽 认定眼前 有一条光明大道 只等时机合适的时候 等他一步迈出 来到齐省才发现 地方上的情况 和在部位时 想象的完全不同 而且 更让他难以淡定的是 在部位感觉 事事顺心 移到地方才发现 事事 束手束脚啊 先不说 比他更年轻 位置更高的下想 不时地压他一头 就连他一心认定的 病猫 丘仁李 却因为一个 不大不小的 鲁成梁自杀事件 转眼变成了老虎 周鸿基不敢相信地 打量了丘仁李一眼 暗暗心惊 丘书记 不但成了老虎 还成了 威风凛凛的 大老虎 刚才的三点定性 不但有意 将五月市委市政府 以往打尽 而且 直接点名批评 省公安厅 直接将河江海 置于被动的位置之上 更让周鸿基 不明白的是 夏丽不是 一直是邱仁李的 得力干将吗 怎么邱仁李 连夏丽 也一并批评了 难道 还有借机 敲打夏丽的意图吗 周鸿基的目光闪动 和孙习民 对视一眼 心中骇然 才知道 地方上的政治斗争 比部委复杂多了 部委毕竟人少 派系少 而且 是部长老大制 但地方上则就不同了 省长 可以牵制省委书记 甚至副书记 和纪委书记 也可以和省委书记 对抗 就连省公安厅 也有可能 不在省委书记掌控之中 部委只是一个小衙门 而省委却是一个 缩小的党中央和国务院 周鸿基还不知道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又给他上了一堂 在部委之中 永远也学不到的一课 邱仁李上来 先定下基调 然后话题一转 见方直指何江海 江海同志 省公安厅的工作 做得很不到位 如果处置得当 完全可以挽救一个 优秀党员干部的生命 按说 一把手 已经将事情定了心 哪怕有错 也要将错就错 等会后再汇报不迟 何江海却步 似乎并不想将人 丢在办公会 又或者是 想直接推翻 邱仁李的结论 反正他的表现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包括下想 首先 我承认 公安厅在处理 鲁成良同志的问题上 负有一定的 处置不力的责任 也接受邱事局的批评 其次 根据我手中掌握的证据表明 鲁成良同志的自杀 却系 畏罪自杀 何江海声音不大 但口气异常坚定 而且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 话已出口 就震惊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 邱仁李 微微惊恶 孙习民 一脸错愕 下想也是 木然动容 周鸿基 本来靠着沙发后面协作 一下就直起身子 瞪大了眼睛 玩笑开大了呀 何江海 是要孤注一掷了 周鸿基 直视何江海 坚毅的表情 心中翻江倒海 没想到 何江海如此强势 面对邱仁李 迸发的省委书记的权威 一点也没有退缩 反而 再拿死去的鲁成良说事 有种啊 够狠啊 不过一瞬间 周鸿基又十分庆幸 及时从鲁成良事件之中 抽身而出 现在才更佩服 孙习民的老谋深算 幸好 纪委没有陷进去 否则就成了 他和何江海 联合几对邱仁李了 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完全做好 和邱仁李 对立的心理准备 还有一点 他也不想成为 何江海 挑战邱仁李的 垫脚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甚至周鸿基 有意无意地 将目光落在下相身上 联想到 以何江海为首的 骑省人的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 他的脑中 突然就跳出一个 吓了自己一跳的念头 或许现阶段 和下相合作 将何江海打垮 也不是为一条 稳妥之策呀 不过 再想到 三国演义的情形 在三族鼎立的局面之下 三方都各自为政 其中两方 想要精诚合作 也没有可能 因为 很难取得真正的信任 众人在震惊过后 都有迅速恢复的平静 尤其是邱仁李 先是凝视何江海片刻 脸上的神情 由凝重 转为浅笑 是不动声色的冷笑 为罪自杀 江海同志 人死为大 说话要三思 如果鲁成良同志 确实没有问题 我是否可以怀疑 你的为人有问题呢 邱仁李发威了 第一次正面面对邱仁李 从未流露过的 一把手的权威 说不畏惧那是假的 官场中人 都对权力 有天然的敬畏之心 骨子里都有 官大一击压死人的 不可动摇的信念 何况 在何江海的印象中 邱书记 是第一次发作 他还是难免 有点紧张和不安呢 但既然已经做到充分准备 也铁了心 要硬扛到底 从而 借鲁成良事件 达到 在邱仁李面前立威 在孙喜明面前扬威的 双重目的 他不能后退 因为 在鲁成良仪式上的成败 不仅关系着 他维护 盐业系统的决心 是他向身后职人 表明立场的 重大政治举动 也关系着 他和周鸿基之间的合作 谁占据主动的 重要一举 他胜了 就意味着下想输了 就表明 他在齐省地位不可动摇 就相当于 向周鸿基宣告 想要在齐省有所作为 就必须借助他的势力 而且 还要以他为主 至于鲁成良 是不是很可怜 连死都死不安生 他也只能无所谓地 说一声抱歉了 只是 唯一的失算之处在于 何江海 没有料到下想没法为 周鸿基没表态 丘仁里 却前所未有的发作了 丘叔姐 请不要怀疑我的人格 我手中 有确准的证据证明 鲁成良贪污受贿 数额非常巨大 除不查时 就有三百万以上 他在五月市嫖娼也许不真 但他确实有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 何江海毫不退让 十分笃定地打倒 邱仁里不说话 看向了周鸿基 查识党员干部的经济问题 是省纪委的权限 何江海 身为政法委书记 见公安厅长 手中有证据 也说得过去 但毕竟 不太合程序 丘仁里 是要周鸿基表态 周鸿基的心中 一阵乱跳 机会 突如其来 是的 眼下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他的立场 并不一定能决定 谁胜谁负 但他倾向于一方 就等于是 得罪了另一方 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 按照他和何江海之间 正在争取 谁主谁辞的现状来分析 如果他支持何江海 就等于是 送了一份大礼 给何江海 但问题是 万一何江海所说的证据 最后又被推翻了 怎么办呢 他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但支持丘仁里的话 不但得罪何江海 而且丘仁里 又不成他的情 岂非他两头落空了呢 周鸿基此时才知道 在面临重大选择之时 他还是不够沉稳和冷静 也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 下意识地看了孙习民一眼 孙习民不动声色 没有给他任何暗示 周鸿基的目光一扫 不经意地 又落在夏祥脸上 顿时觉得心跳加快 夏祥的表情 很是耐人寻味 也似乎是 一脸平静 但是眼神却是 充满了自信和光彩 只看一眼 就让人觉得 他胜券在握一样 周鸿基一瞬间下定决心 决定 不再在鲁成良事情上冒险了 指不定 夏祥又设好了什么陷阱呢 呃 机委没有收到 关于鲁成良同志的举报啊 没有证据表明 鲁成良同志有经济问题 至少 机委不掌握 鲁成良同志 贪污受贿的一手资料啊 话已说完 周鸿基注意到 孙习民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显然是 赞同了他的立场 不出所料 何江海的眼中 迅速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不过 何江海也果然厉害 片刻之后 又恢复了从容 周书记 刚来齐省不久啊 机委以前有些积压的举报信 可能没有留意 周书记 不妨回头问一下令传志 他手中掌握了大量的鲁成良贪污受贿的事实啊 好一个何江海啊 多多逼人 当面让周鸿基 无法下台 令传志 是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兼监察厅厅长 是省纪委系统的第二号任务 全力仅次于周鸿基 甚至可以说 在周鸿基 没有在机委站稳脚跟之前 另传志 是机委大部分人的人心所向 分明就是 要摆他一道啊 周鸿基眼神收缩 十分不满地 回敬了何江海一眼 心中更加体会到了 地方上斗争的复杂性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何江海并不理会 周鸿基的目光 因为他现在 主要对手是 鲁成良背后的李丁山 更确切地讲 是李丁山背后的下响 下响背后的丘仁李 所有的问题 都在围绕着 齐省炎夜内幕 此战 是他向背后人物 表明立场 并且获得认可的 政绩之战 丘仁李似乎一下子 气势大剑 和声细语地 问孙习民 习民同志 怎么看待江海同志的说法呢 孙习民却耍个滑头 直接将球 踢到夏祥脚下 啊 我想先听听 夏祥同志的意见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二百四十二集 夏祥借刀杀人 包括周鸿基在内 几人的目光 一下都集中在夏祥身上 夏祥置身于焦点之下 浑然不觉 一脸沉浸 其实 在何江海突然抛出 鲁成良经济问题之时 他就敏锐地意识到 问题来了 但是 和风雨之后 往往会有彩虹一样 问题之中 也总是会有机会相伴 齐一省的局势 从广义上讲 分为三派 他和丘仁李 算是一派 视为家族势力的代表 但和丘仁李 完全出身于家族势力 不同的是 他额头上 还有团戏的标签 在延伸来讲 团戏出身的李荣生 也可以算是自己一派 周鸿基和孙习民 算是一派 视为反对一系的代表 可以说 是和他矛盾最多的 一系的人马 和他有天然的敌意 和绝对敌对的立场 何江海和袁续强 算是一系 视为总理一系的代表 也是齐省 最根深蒂固的 本土势力 实话是说 以何江海为首的半岛帮 是齐省三股势力之中 实力最雄厚 势力范围最广的 一股力量 三股势力 成三足鼎力之势 他和邱仁力之间 算是密切合作的话 孙习民和周鸿基之间 也算是无间的联手 毕竟西出同门 从感情上讲 周鸿基 身为孙习民的先行军 和何江海之间 你来我往的较量 也在情力之中 谁主谁赐 争得不亦乐乎 但还是有合作的基础 三派之中 和他最不可能联手的就是 身为反对势力的周鸿基了 但从现实情况来讲 形势比人强 利益大于分歧的时候 以前的不快 也有可能被掩盖 或许还有 暂时握手言和的可能 话又说回来 越是联合的双方 越有潜在的 重大冲突的可能 不结婚怎么离婚呢 眼下就是在 越来越有走进去时的周鸿基 和何江海之间 埋下冲突 和隐患的最佳时机 夏祥也看得出来 在鲁成良事件上 周鸿基友谊 和何江海 保持了一定距离 并没有一步一去 也证明了一点 双方的合作 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既然孙席民 将球踢到他的脚下 他肯定要临门一脚 踢出一个漂亮的回转球 既然江海同志 掌握了鲁成良 贪污受贵的证据 就有必要查个水落实处 但一出是一出 鲁成良同志 在五月被人陷害嫖娼 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还是要继续追究下去 夏祥的目光 飞快地 在周鸿基脸上一闪而过 十分坚定地说道 我的意见是 由省纪委洪基同志牵头 对江海同志提出的 鲁成良的贪污受贿事实 进行调查 省委最终 要根据省纪委的结论 来明确鲁成良同志的问题 好一手 借刀杀人之际 何江海虽然身居高位 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 喜怒行于色 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夏祥话一出口 他就立刻脸色一变 夏祥摆明时 想让周鸿基和他自相残杀 是要置周鸿基于两难的境界 何江海不得不高看夏祥一眼呢 本来他对夏祥 一直有轻视之意 认为夏祥一来齐声 就服鲁成良上尉 是一个大大的败笔 现在仔细一想 有点明白了什么 感情是李丁山的自作主张 不是夏祥的衣食糊涂啊 夏祥见何江海 大为动容 周鸿基也是脸色变化 心中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继续说道 五月方面 对鲁成良同志的诬陷 是一起人为陷害 性质十分恶劣 后果十分严重 不管鲁成良同志 有没有贪污受贿 但他被人陷害的事情 却事实确凿啊 我建议 省委 省纪委 组成联合调查小组 责任盗人 对相关责任人员 严肃查处 绝不姑息 省委方面嘛 我建议 由温秘书长牵头 省纪委方面 可以由令传志同志前头 一定要彻查 鲁成良同志被陷害事件 下想一口气 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等于是 将何江海的所有后路封死 同时 不但埋下了 何江海和周鸿基之间 冲突的隐患 也点燃了周鸿基 和令传志之间的 矛盾导火索 权力斗争 永远是不变的旋律 周鸿基 在纪委内部立足未稳 肯定有 借机整肃纪委内部的 权力结构的意愿 反正 他已经铺好了路 就看周鸿基 是否接招 能否抓住机会了 何江海有后手 他也不是没有还手之力 最主要的是 夏侠敏锐地发现了 可乘之机 何江海 在鲁成良事件之上 几乎是一意孤行 并没有获得 周鸿基一方的权力支持 孙习民不过是 随手将求传给夏侠 只是一次试探之举 没想到 夏侠就是接下不说 还大包大揽 定下省委的基调 还真是 拿着鸡毛当另一剑呢 他心生不悦 正要开口说上几句 丘仁里 却及时表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夏侠同志提议很好 很符合现实 我表示同意 一语定音 丘仁里 不等孙习民再说什么 竟然直接拍了板 就这么定了 谁还有不同意见 会后再商量 另外我认为 五月是公安局长 万元成同志 应该停止反省 接受调查 丘仁里的话 完全就是肯定的语气 既不留出商量的余地 也不征求孙习民的意见 他说完之后 才又多问了一句 习民同志 还有什么看法吗 孙习民初来骑声 还没有什么亲信 更没有根基 他想打开局面 只能借助别人力量 要么是丘仁里的力量 要么是何江海的力量 就看他怎么选择了 现在 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丘仁里和何江海之间的较量 已经摆到明面之上 他如果居中的话 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所以现在 最合十一的态度就是 观望一段时间 孙习民点头说道 我没什么意见 求人力也确实不简单 下想了建议 他直接拍板赞成 有假心假意的 征求孙习民意见之后 就直接忽视了 周鸿基和何江海的存在 白手说道 先这样了 散会 想想 西敏 留一下 关于下一步人事调整的问题 我们再研究一下 很强势 很霸道 言外之意就是 省委前三号人物定下的事情 排名靠后的周鸿基和何江海 只有听从的份 何江海和周鸿基 对视一言 只好起身离开 出门之后 何江海感慨地说了一句 哎 书记办公会啊 都快开成 书记得一言疼了 他的原意是 想让周鸿基接话 然后 找到共同话题 对邱人里 褒贬几句 再趁机 和周鸿基 拉近关系 不料周鸿基 没接他的话 直接问道 何书记 和令传志 关系不错呀 我早就知道 何江海一愣 周鸿基 是什么意思呢 对他有了敌意吗 刚想解释几句 周鸿基 又不阴不阳地说道 何书记 省公安厅方面呢 我建议 由唐正杰统治 和纪委组成 联合调查组 一起调查 五月市公安局的问题 唐正杰是 省公安厅 常务副厅长 和何江海的关系 最紧张 说完 周鸿基 唯一点头 一脸浅笑 扬场而去 扔下何江海一人 一脸惊恶 心想 周鸿基 是什么意思呢 敢跟他叫板了吗 别以为 是什么后背力量 就了不起了 到了齐省 就是一条龙 也得被地头蛇压制的 抬不起头啊 何江海 冷冷一笑 周鸿基 走着瞧 会有你主动 求上门的时候 你还没有真正 见识过 齐省人的厉害呢 何江海傲慢地 冲周鸿基的背影 摇了摇头 周鸿基 和何江海之间的一次 蜻蜓点水式的过招 孙习民并不知道 即使知道 也不会过心 因为他现在 发现了重大的机遇 人事调整 作为省长 在全省范围的人事调整之中 必然有很大的发言权 换言之 必定会有好处可得 在重要岗位安插自己人手 永远是每一个身居高位者 时刻都要准备的后路 只有不断地安排自己人上位 才能保证 自己的权威和意志得以延续 才能让自己的执政理念 薪火相传 孙习民再次庆幸 在鲁成良事件上 保持中立的立场 否则 在即将到来的人事调整大潮之中 他就不容易 分到太多的好处了 毕竟人事大权 掌握在书记手中 甚至 在某方面来说 副书记 比他这个省长 在人事上的发言权 还要更大一些 毕竟 副书记分管人事 只剩下三人时 丘人里又恢复了 敦厚 温和的笑容 甚至还扯了几句闲话 先将因为鲁成良之死 而带来的悲痛气氛清场之后 又换了一副 轻松的口吻说道 这一次人事调整啊 规模大 范围广 涉及到的干部多呀 是齐省近年来之罪呀 我的初步打算是 全省十七个地势 调整十个一把手 另外还有 十几个府庭干不到点了 肯定要下的 孙锡民心中大跳 力度真大呀 少说 也要有几十个府庭以上的位置要动啊 他就知道 真正的政治斗争来临了 鲁成良之死 和全省范围内的人事调整相比 只不过是 毛毛雨罢了 不过 孙锡民至此 心中才完全想通 刚才会上的一幕 下想提出的联合调查是前提 如果他 想在此次人事调整之中 获得更大的利益 那么周鸿基 就必须举起大刀 朝河江海 当头一刀 怎么办呢 孙锡民还没打定主意 下想一句话 就让他 下定了决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243集 最后的决断 先是诬陷鲁成良 作风问题 结果害死的人 连死人都不放过 再继续抓住 鲁成良经济问题不放 一些人 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下想一脸轻视的冷笑 凡事 都要讲究规矩和方圆 过犹不及 就证明了 品行实在太差 孙圣长 合作 是基于双方信任的基础 其实真要说起来 其声省委之中 我们反倒是 接触时间最长了 孙席明眼皮一抬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下相一眼 是啊 他和下相 何止认识呢 还打过许多次交道 虽然 彼此立场相左 甚至还有对立的时候 但总体来讲 下相形势方正 从来没有 背后落井下石的 阴险手段 更不会为了利益 做出 拿一个死人身后事 继续没完没了折腾的 无耻行径 孙席明知道了 下一步该怎样迈步了 他主动伸手说道 能和下书记 再度共事 对我来说 也是一件 值得欣慰的好事 下相很郑重地 握住孙席明的手 他知道 眼前的握手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暂时的握手言和 对齐盛来说 我们都是外来者 都需要一个 适应齐盛气候的过程 下相笑得很真诚 话说得很含蓄 他相信 孙席明 就算不会完全和他联手 压制何江海的半岛帮 也会和何江海 在现在不远不近的距离之上 进一步 疏远一些 拉拢和排挤 也是政治之上 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丘人里在一旁温和地笑了 笑过之后 又立刻一脸严肃地说道 人事调整啊 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 不可能一蹴而就啊 我提议 今天先讨论一下 五月式的人事问题 孙席明心想 秋后算账 来得真快呀 确实是该算账了 就在夏立 在五月开完常委会之后 即将动身返回鲁市时 接到省委来电 随后 他会同五月市委书记 周宇渊 正是向市公安局长 万元成 传达了省委的决定 停止反省 接受调查 万元成 无奈而沮丧地 接受了现实 他没有被市委书记 周渝渊打败 也没有被省委秘书长 夏立打败 却被一个 从未想到的小人物暗算了 真是 倒霉透顶啊 精心设计的计划 在最紧要的关头 竟然被一个 一直被他忽视的小人翻盘 结果导致全盘结束 而且还葬送了大好前途 让万元成欲哭无泪 整个计划天衣无缝 甚至连上门的小姐 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但谁能想到 平常不险善 不露水的一个 排名靠后的副局长 温子基 活跃得像一只猴子一样 从小姐的同伴入手 打开了突破口 最后 小姐承认了 受人指使 诬陷鲁成梁的事实 功败垂成 万元成很想 拿枪毙了温子基 可惜 已经没有机会了 万元成的落马 在五月时 引起莫大的恐慌 与此同时 有关全省范围内的人事调整的消息 也不知被谁 有意无意中放出 就让五月是今年的春天 平白增加 风雨飘摇的惶恐 就在夏立 宣布完决定之后 原本前来五月调查 鲁成梁事件真相的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联合调查组 同时接到上级命令 转为调查 五月是公安局长 万元成的问题 夏立在接到省委通知之后 在周渔渊的护送下 动身返程了 周渔渊一路送到高速路口 他忧心忡忡地和夏立握手 秘书长 五月成了风暴中心 我很忐忑呀 夏立却摆了摆手 风暴中心呢 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啊 风暴越大 机会越大呀 你现在要坚定立场啊 我刚刚还接到何书记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他和我是老乡 周渔渊眯着眼睛 也不知道是风大 还是为了衍生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是齐省人啊 有些事情不好选择呀 指定着齐省的齐省人 不是目光长远的齐省人呢 这句话有点绕口 夏立说完就笑了 呵呵呵 何江海打电话给你啊 还不是因为唐正节要来五月吗 以前司马北和万元城联手 将五月经营的水泄不通的时候啊 何江海何尝和你拉过老乡关系呢 于远呢 你再不站好队伍 可别怪我 没有提醒你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周渔渊哪里不明白 其中的弯弯道道呢 他是故意试探 夏立的立场是否鉴定 因为他对夏立人在丘仁里身边 但心却在何江海一侧摇摆的立场 始终心存疑虑 见夏立终于下定决心 才点头说道 司马市长 很关心五月之言业的发展啊 知道就好啊 知道就好 夏立用力地握了握周渔渊的手 挥手告别 上车而去 司马北市五月市长 早就想取代周渔渊 而登上市委书记的宝座了 上车之后 夏立一言不乏 闭目养神 秘书和司机都不敢打扰他 直到秘书长现在 是想事情的时候 确实 夏立陷入沉思之中 而且 是他担任秘书长以来 最深思熟虑的一次 其实从一开始 鲁成良从幕后走向前台 被李丁山推举为国资委副主任之时 他完全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现在 不可收拾的局面 如果他事先知道的话 说什么 也不会暗中助李丁山一臂之力 让鲁成良的提名通过书记办公会 没错 鲁成良的提名 之所以 先通过组织部的审核 又通过了书记办公会的讨论 全是他在幕后推动的结果 李丁山一来齐省 第一时间就介入了 延夜问题 而且 和鲁成良一拍即合 就立刻让夏立意识到 打破齐省将军的机会 来临了 当然 仅仅是李丁山 他才不会出手相助呢 更不会暗中推波助澜 而是他知道 李丁山的背后是夏想 而夏想的背后 是邱仁李 是总书记 夏立微眯着眼睛 目光看向窗外 飞速闪过的景色 高速公路的两旁 看不到庄稼 全被茂密的防护林遮挡 在他看来 齐省高速公路绿化 在国内首屈一指 甚至南方的省份 也无法与之相比 他就非常喜欢 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感觉 在飞速前进状态之下 他可以更冷静地 分析局势 权衡利弊 然后做出甚至可以影响 一生前途的重大决定 是该做出判断的时候了 不能再左右摇摆 更不能再心存幻想了 不知不觉的 想得远了 想起了上一次 和何江海之间的分歧 其实 真要说心里话 他和何江海之间 哪里有什么政治上的分歧呢 也没有利益上的冲突 只不过 是在总理决定扶持何江海 还是他的问题上 他失利了 而且 总理也许有心 也许无意 让他一脚踩空 只差一步 就被关在省委常委会的大门之外了 此事 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不愿去恶意猜测 总理是不是故意闪他 只当是总理 一时没替他说上话 但他实在心中 愤愤不平 因为 机会总是稍纵即逝 失去一次 也许 就永远地 止步于正厅即了 总理明明处处表现出 对他寄予厚望 要一步辅他到政法委书记的位子 结果却是 何江海上位了 好吧 他忍 何江海上 就何江海好了 毕竟何江海 比他大了几岁呢 他还有机会 只求 先解决副省级再说 直到最后一刻 他都没有听到他的提名 在中组部通过的消息 当时几乎要彻底失望了 最后消息公布的时候 他在听名字的一瞬间 袭击而起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差点疯掉 谁能想象现在 省委书记跟前红人的 省委秘书长 夏立 当时的无助 和绝望呢 就和一个 无依无靠的孩子 没什么两样 总理在最关键的时刻 有没有为他说话 他不知道 他只是知道 他担任省委秘书长之后 几次在 沿夜发展问题上 和何江海 有了不小的分歧 以至于 他明显感觉到 总理对他 越来越冷淡了 而他后来 一怒之下 和何江海拍了桌子 然后倒向了秋人礼 何尝没有想等 总理向他 哪怕只有一个暗示 他也会回头啊 结果没有啊 他不死心 一直在等 因为 他一直最崇敬总理 一直认为 总理才是他心目中的 国家领导人形象 结果 没等来总理的暗示 却等来了 何江海不顾一切的手笔 鲁成良在五月 因为嫖妓被抓 消息一传出 夏丽就知道 鲁成良被人设计了 因为他很清楚 鲁成良的为人 正直到了刚直的地步 别说到五月嫖娼了 在鲁市都不会啊 说出来 也许别人不会相信 夏丽却信 鲁成良在外面 一个情人也没有 如果说一开始 夏丽还可以理解 何江海的手段 争执斗争嘛 确实会有 许多不光彩的一面 鲁成良被陷害 也只能说是 升到高位的代价 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永远是真理 让夏丽震惊得是 下想破局之快 大大出乎他的想象 但他震惊的情绪 还没有消极 鲁成良 就自杀身亡了 鲁成良之死 对夏丽触动非常大 让他木然心惊的同时 良心点亮了 刚意识到一点 触动了一些 大人物的底线 如鲁成良一样的 小人物 即使不自杀 说不定 早晚也会有 莫名死掉的一天 夏丽睁开眼睛 心想 回到鲁市 他将会面临着一场 重大的考验 因为 当他正式和半岛帮 决裂的时候 就等于是 和总理 完全划清了界限 电话 忽然就及时响起了 之所以说是及时 是因为 夏丽千等万等 一直不来的一个电话 在他下定决心的一刻 终于打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二百四十四集 就此上演 要是以前 能接到这个电话 夏丽不一定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只是现在 任凭电话响了半天 夏丽竟然没有一点 想要接听的心情 但不接又不行啊 夏丽还是无奈 但又必须打起精神 接听了电话 不等他先开口 就传来总理 亲切 而温厚的声音 夏丽啊 最近我可能 到七省市场一次工作 到时啊 抽出时间 安排一次会面了 按理说 以堂堂的总理之尊 将尊于贵 亲自打电话给他 是他天大的荣幸 但现在 夏丽平静如水 在想通许多事情之后 他忽然间 对一些人和事 失望了 欢迎总理 来七省市场工作 一切按总理的指示精神办 该有的礼节 还必须要有 夏丽立刻热情 而恭敬的大道 七省的班子呢 肯定要动一动 你的下一步 我一直牵挂于心呢 总理的话 一如既往的含蓄而内敛 你好好工作呀 轻装前进 不 跑步前进 挂断电话之后 总理的笑声 游在耳边 夏丽的心情 却不起波澜 尽管他知道 七省 肯定要有一场巨变了 围照着鲁成良之死 夏相不会收手 不收手 再追查下去 就会涉及到 越来越多的 炎夜内幕 而总理 终于坐不住了 竟然亲自动身 前来七省视察 力度真是大的惊人呢 要知道 身为总理 轻易不会到一个省份视察 每次视察的背后 都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炎夜的问题 涉及到许多人和事 涉及到无数人的利益 夏相夏书记 真有胆量 去碰上一碰吧 不怕总理 以视察工作的名义 前来敲打他一番吗 齐省 在平静两年之久之后 终于又要大起波澜了 或许下想会碰到铁板 而及时收手 但鲁成良事件 引发的第一波浪潮 已经酝酿形成 即将出见后一证 五月的人事调整 首当其冲 将会拉开全省 人事调整的序幕 不简单呢 都不简单呢 一个鲁成良事件 已经上升成了 齐省目前最大的政治事件了 围绕着鲁成良之死 竟然引发了两场 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政治人物 都有辛浪 而老道的手段 不过相比之下 夏丽还是更佩服夏相 因为正是由于夏相的到来 秋书记才如虎添翼 没有夏相作为翅膀 秋书记在齐省 也许只能默默无闻一见了 在佩服夏相的同时 夏丽的心中又打了一个冷战 因为前思后想一番 才意识到秋人李的可怕 一直以来 秋人李肯定知道 他摇摆的心思 却一直不点破 还表露出重用他的姿态 其用心 深不可测呀 让他现在想起 木然心惊 才感觉到了后怕 夏丽前思后想一番 又拿起电话 打给了夏相 夏书记 我是夏丽啊 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我想和你 单独坐一坐 正在办公室 和吴天笑商量事情的下想 此时 接到夏丽的电话 有点意外 意外的不是 夏丽打来电话的举动 而是 他提出的 单独坐坐的 深层含义 薇一沉思 夏相答应了 行 等你安排好后 给我电话 夏相不知道的是 他今晚和夏丽的见面 对于随后 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让他提前有了心理准备 并且 在夏丽的助力之下 迅速做出及时的反应 才避免了 重大失误的发生 放下电话 沉思片刻 抬头看到 吴天笑脸上期待的神情 夏相才想起 刚才和吴天笑商定的事情 薇一点头说道 李省长最近 心情不好啊 吕伟东的想法 虽然有点冒进 但是 话说一半 夏相摆摆手 你和吕伟东 自己决定好了 吕伟东是李丁山的秘书 最近 和吴天笑走得很近 二人几乎天天在一起 现在是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李丁山当然心情不好了 鲁成良之死 对他打击很大 主要是 让他良心难安 几次到鲁成良家中慰问 把鲁成良家人 都感动了 吕伟东 对李丁山很敬佩 见李省长心情不好 也知道原因所在 和吴天笑一拍即合 准备折腾一点事情出来 吴天笑不敢擅自做主 含蓄地向夏祥请示 因为事情 有点不上台面 夏祥不想过问 但又确实 是一件好事 只好含糊其次地 搪塞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吴天笑作为夏祥 历任秘书之中 最精明 最能干 又最有计谋的一个 现在对夏祥 意图的领会水平 已经做到了心领审会 不过 除了和吕卫东谋划的事情之外 还有另外的事情要汇报 领导啊 今天 我见到李市长了 李市长又说 要请我吃饭呢 吴天笑现在 说话会绕完了 鲁市市长李同 是吴天笑老乡不假 吴天笑是能排得上号的 省委三号人物的秘书 也不假 但也犯不着 让堂堂的鲁市市长 请他吃饭吧 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市长 李同是副省级干部 虽说 不是省委常委 但省会市长的身份 让他比普通副省长的权力都大呀 对于李同的热情 下想不会单纯的理解为 是向他靠拢 因为 以李同的级别 完全用不着 对他太过殷勤了 他又决定不了李同的前途 是第二次李同有意接近了 下想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说 行了 别都劝责了 你看着安排一下吧 另外我提醒你一下 今后一段时间 做事情 要稳妥一下呀 不要让别人挑了毛病 是 领导 我记下了 吴天孝一脸严肃地答道 吴天孝的优点就是 该嬉笑的时候 嬉笑 该认真的时候 绝不含糊 也是下想对他放心的地方 吴天孝转身刚走 廖德义又来汇报工作了 因为鲁成良之死 省卫最近几天 气氛有点凝重 一般可以轻松说笑的事情 都尽量不再笑出声了 廖德义也难得一脸肃然 直接了当地 有事说事 下书记 鲁成良同志不幸去世 私质常依依 但国自卫的工作 还要继续 经组织部研究 决定再次提名 陈秋冬同志 担任国自卫副主任 廖德义因为平常笑惯了 现在不笑 反倒显得他的样子 有点失真 而且说话 一本正经的过头了 就让人感觉不太舒服 下想何止是不舒服呢 简直要愤怒了 他本来以为 已经做到了 平静的承受一切 尽管鲁成良之死 和他并无太大的关系 他也有过深深的自责 因为他始终无法做到 漠视生命 没有过于愤怒的原因是因为 李丁山 已经承担了悲伤 他就应该更理智地面对一切 好为鲁成良讨还公道 不想 先是何江海 继续揪鲁成良 有贪污受贿的问题不放 不肯让鲁成良死得安生 事情还没有得出结论之时 廖德义又代表组织部前来提名 而且提名的还是陈秋洞 下想的怒火就不可一致地点燃了 而且还怒火冲天 既然李丁山说陈秋洞嫖宿幼女 那么陈秋洞肯定就嫖宿幼女了 下想对李丁山的认定 现在深信不疑 之所以一直没有拿陈秋洞开刀 是因为事情太多 还没有腾出手来 否则 以下想曾经担任过省纪委书记的手腕 将陈秋洞拿下 一意如反掌 好啊 很好啊 真好啊 下想心中一阵叫好 真是自嫌命成啊 正想收拾你时 你就迫不及待地 在眼前晃来晃去了 不送你一程 你还真以为 骑省是河江海的骑省吗 下想强压怒意 不动声色地说道 好 我没意见 林奥德义还以为下想会刁难几句呢 不想下想直接抬手放行了 大出意外 愣了片刻才说 那我就准备一下 上报到书记办公会了 下想点点头 好 按程序走就行了 廖德义却还不走 又说 关于五月时 人事调整 下书记 有没有具体的知识精神呢 下想摆摆手 等组组织部拿出方案来再说吧 廖德书记 什么态度都不表露 让他很难办 陈秋冬的事情还好说 估计上会很容易就通过了 毕竟等于是减了个便宜 而全省范围内的人事调整 按邱书记指示精神是先拿五月开刀 但下书记一点指示也没有 他的方案就很难做了 廖德义正发愁时 何江海的电话打了进来 德义啊 晚上一起坐一坐吧 有件事情提前和你偷个疯啊 五月班子的调整 是公安局长的位置 给我留着 我要拿下 一口吃个旋风 好大的口气啊 廖德义 虽然和何江海关系不错 但对何江海的语气也大为不满 正要说几句什么 何江海接下来一句话 立刻让他闭了嘴 继而欣喜若狂 还有一件事情啊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总理近期要来齐省视察工作 会对齐省局势带来不小的影响呢 廖德义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总理真要来齐省吗 如果是真 要指此 齐省人事大调整之时 意义绝对非同寻常啊 好事 果然是大好事 现阶段 是齐省省内人事调整 下一步 就是齐省班子的调整了 廖德义观察的笑容 又浮现在脸上 袁续强要退了 鲁市市委书记的宝座 是一个好位置啊 下历可是垂涎已久了 当天下午 省机委常务副书记 兼监察厅厅长令传志 会同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唐正洁同时启程 赶往五月 鲁成良事件不但发酵了 而且让齐省各方势力 都重新站队 一场三方混乱 就此上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245集 就从今夜开始 很有趣的是 省机委常务副书记 兼监察厅长令传志 临行之前 不和机委一把手周鸿基辞行 却和正法委书记 何江海 暗中见了一面 更有趣的是 周鸿基也没闲着 因为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唐正杰 也没向厅长何江海请示 而是 私下和他密谈一番 用一句话来形容 再恰当不过 各挖墙角 表面平静的齐省 在鲁成良事件 持续推动下 潜流汹涌 渐渐有 形成一股潮流之势 许多人都意识到了 省委的局势 比以前复杂了无数倍 不再是简单的本地 和外来的对立 本地与本地 本地与外地 外地与外地 局势之复杂 局面之多变 让人眼花缭乱 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 唐政杰和令传志 启程的时候 吴天孝站在窗前 等二人撤队 驶出省委大约 他转身 向下巷汇报 领导 纪委书记 和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握手 公安厅长 却和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握手 事情啊 越来越有意思了 受下巷的影响 吴天孝也喜欢 半认真 半开玩笑的 分析局势了 下巷直接过滤了 吴天孝的话 事情早在他预料之中 他自然不必再多说什么 只是笑道 刚才夏丽打来电话呀 已经安排好了饭局 你晚上就不用去了 领导有饭局 不带秘书 对秘书而言 通常不是好苗头啊 是领导疏远的开始 但吴天孝却是 一脸喜滋滋的笑容 点头哈腰的说道 啊 是 领导说了算了 夏夏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 白白手 别没正性啊 有些事情啊 没有退路 你自己 要心里有数啊 吴天孝立刻换了一副尊容 是 请领导放心 别说 夏夏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他和吴天孝认识时间 毕竟还短 虽然 他对吴天孝的为人和能力 都已经认可了 也清楚 吴天孝 在算计人上 也有过人之处 但接下来 吴天孝要做的事情 确实有点凶险啊 一朝不慎 吴天孝和吕魏东 都有可能 深陷泥潭 因为 何江海在岐省的势力 是意想不到的庞大呀 叶天南虽然比何江海 正着手腕高超 为人也精明数倍 但他在乡省的势力范围 和何江海相比 还相差甚远 当然 凭心而论 也并非是 叶天南为人 不如何江海 而是因为 齐省政治气候 和乡省大不相同 一直特殊的 齐人志气的历史原因 也是造就何江海 不将所有外来者 放在眼中的 客观因素之一 何江海的强大 还是源于国人的 狭义的地狱划分 和排外心理 而且 齐省人 也喜欢抱团 尤其是半岛一带 对家乡的认同感很强 以前齐省 全是齐人的时候 就有半岛帮 和非半岛帮的划分 现在 齐人一统齐省的局面被打破 半岛帮依然强大 而非半岛帮的齐人 已经不成气候了 下想私存良久 凝望窗外 已经郁郁葱葱的绿色 心想 夏天即将来临 鲁氏的夏天 比烟饰多余 却又不如香江炒热 还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希望过程 不太漫长才好 对于孙习民 和周鸿基立场的逐渐明朗 对于何江海 步步紧逼 不肯后退一步的傲慢 下想其实心中 很是坦然 何江海自是在齐省 实力雄厚 不将他放在眼里 不将邱人李放在眼里 同时 又何尝不是 不将孙习民和周鸿基 也不放在眼里呢 正是意识到了 和何江海合作 无法掌握主动 反而 有可能成为何江海的附庸 孙习民和周鸿基 才认清了形势 决定和他有限的合作 联合反对一派 打压 以何江海为首的本土势力 在现阶段 也不失为一条迂回之策呀 至于以后如何 谁也看不了那么长远 就暂时不管了 晚上 夏祥如约而至 来到夏丽安排的 银座酒店包间之中 夏丽风尘仆仆 回到鲁市 已经傍晚了 只向邱人李电话 汇报了一下工作 没再进省委大院 直接就来到酒店 等候夏祥 夏祥道了一声辛苦 和夏丽寒暄几句 没有外人 二人 也就不再讲究太多 气氛就轻松了许多 同时 也因为夏丽 在鲁成良事件之上 坚定了立场 夏夏对夏丽的印象 大为改观 而接下来 夏丽的话 会让夏相对他 更加刮目相看 夏书记 有一件事情 我说了 或许你会看不起我呀 我不说 我会看不起我自己呀 所以 前思后想一番 今天借酒壮胆 我就把闷在心里 几年的心里话 全说出来 你当时酒话也好 胡话也好 反正我都要说 夏丽才喝的三杯酒 当然没醉了 不过 是借酒说事而已呀 我比你大呀 就拓大 叫你一声老弟 老弟呀 我的心里呀 苦闷得很呐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在是酒场上 也毕竟是上下级关系 别看同为常委 在省委副书记面前 省委秘书长 都会以下级身份自处 没有一个省委秘书长 会傻到 认为可以和副书记 平起平坐的 实际上 不夸张地说 夏丽刚才的一句 称兄道弟的话 就犯了官场大忌 但夏丽 既然担任省委秘书长多年 口碑还算不错 为人和手腕 肯定有过人之处 更不会是 见酒就醉 一醉 就说胡话的窝囊之人呢 否则他早就混不下去了 之所以 借酒说酒话 和夏相称兄道弟 其实正是他的聪明之处 是试探夏相的反应 夏兄啊 你有什么事情 就尽管说 我也许不能帮你解决 但绝对可以当一个 合格的听众啊 夏相岂能不明白 夏丽的试探呢 夏丽是有焦底的想法 但有唯恐 他不感兴趣 不接纳 所以 才由此 先找台阶的酒话 夏丽似乎 真要借酒壮胆 一连自饮三杯 然后 才开始了他 长达半个小时的诉说 也确实是诉说 夏丽好像真的当下相 是知己一样 他醉眼朦胧 语速低缓 声音低沉 从他和总理认识之时开始 到他被总理 有意无意的赏识之后 他立志 要追随总理的脚步 再到 旗上由旗人置旗 变成现在的三方局面 又说到 他在丘人力身边的心路历程 以及 他在此次 鲁成良事件之中 受到的良心冲击等等 完全是他 毫无保留的 肺腑之言 向夏丽尽情的吐露 夏丽开始时 还抱着 且看夏丽如何表演的心情 虽然他知道 夏丽的想法有所改变 但还不足以真正动心 夏丽做出怎样重大的决定 因此 当他意识到 夏丽所说的不是酒话 更不是胡话 而是真话时 夏想震惊了 是真正的震惊和欣慰 震惊的是 夏丽向他吐露的 不仅仅是心生 还是一个 被大人物摆弄的 彻底失望的 小人物的心酸 和无奈 更是夏丽坚定立场 向他和丘仁里 表示完全靠拢的 真心话 当然了 夏想也明白的一点是 夏丽之所以 选择向他吐露心生 不是因为他长得帅 也不是因为 他慈美善目 而是因为 他年轻 他比丘仁里 能走得更远 还有一点 或许夏丽认为 丘仁里 还是没有他好打交道 不过 想到比他大了一把 年纪的夏丽 在他面前心生吐露 也让他多少有点尴尬 还好 到底在酒桌上 任何失言之处 都可以当成酒话 夏丽鼓足勇气说完 见夏相依然震惊如初 既没有表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情 又没有嘲笑他的事态 他心中长舒一口气 总算完成了一件 决定他命运前途的大事 总算将闷在心中 从未对别人说过的心声 大部分吐露出来 虽然不是全部吧 是经过他精心挑选之后 既能赢得夏相信任和好感 又能通过夏相之口 让丘仁里 也对他改变看法 完全真实的所思所想 谁也不会对别人坦白 然而是如此 夏丽还是感觉 后背湿了一片 想想都觉得后怕呀 堵住下的 有点太大了 但他已经走错了一步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就不能再错下去了 夏丽起身 借口喝多了 要去卫生间 夏相没热情去服 他知道夏丽是 去缓喝心情了 他要给他 单独待上一会儿的机会 夏相平常不怎么喝酒 因为酒精会麻木大脑 让人思维迟缓 但今天夏丽一出门 他就自己一连喝了几杯 心中泛气的 全是苦涩 因为一个人 总理 夏丽一直对总理心存希望 和以前的自己是何其相似 现在却在他面前 借酒吐露心声 如果不是看透了一些人和事 不是一些人让他彻底失望 他何必放下身段 像比他小的十几岁的自己 假装酒后吐真言呢 夏丽心中的苦涩 无奈和失望 夏相全然清楚 因为他感同身受 夏相还知道的是 从此刻起 夏丽将会和他完全一心 将会和何江海一戏 抗争到底 联想到夏丽身为骑省人 又出身半岛邦的便利 将会是他 在骑省打开局面的 一大助力 只不过 总理在骑省 即将山雨欲来 丰满楼的情形之下 意外地 要来骑省视察 显然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行啊 必须加紧推动 骑省工作的各项进程了 迟则生变 再拖下去 或许 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出现了 已经初步形成 隔去的骑省局势 不能因为一次 总理意外地工作视察 而再次被彻底打乱 从而 前功尽弃 正等夏丽回来时 短信响了 是吴天孝发来的 只有两个字 好了 好吧 夏夏收起手机 微微一笑 就从今夜 由夏丽的全面导向开始 由吴天孝的暗中下手开始 正式燃起战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二百四十六集 两处开局 左等右等 半天不见夏丽回来 夏祥就有点担心 不会夏丽真喝醉 回不来了吧 忽然就听见外面传来喧嚣声 剑杂的还有吵闹声 其中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正是夏丽 不会吧 堂堂堂的 省委秘书长在外面吃饭 也会遇到有人扰乱吗 夏祥坐不住了 起身来到外面 发现果然有一人 正拦住夏丽的去路 任凭夏丽独闪 就不让开 甚至还动手动脚 拉扯夏丽 此人年纪四十出头 长得一脸凶恶之像 乍一看 很像道上混的 但穿衣打扮倒是周正 人五人六 不过显然是喝多了 非要让夏丽 到她的房间喝上几杯 夏丽推脱 她却不放 一直说 夏丽人一阔 脸就变 一点面子也不给 太不够朋友了 闹得动静挺大 眼见不少人 都偷来好奇 和厌恶的目光 夏丽几步向前 伸手推开此人 有话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夏丽力气很大 一推 就将壮汉 推得差点摔倒 夏丽健壮 忙一把拉住 下响 夏丽健 你别管 是我和戴继臣之间的私事 对了 戴继臣是 鲁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话未说完 戴继臣 恼羞成怒的又冲了过来 伸手要推下响 你哪里来的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是不是吃饱撑的 夏丽岂能让他推倒 一闪身躲开 心想 好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 怎么和穷凶极恶之徒一样呢 不料 他稀释凝人的态度 反而让戴继臣更嚣张了 竟然跳了起来 要追打下响 我打你 你还敢躲 活得不耐烦了 一看你就是外地人 不知道我带老虎的厉害 站着别动 让俺打一顿 削的气完事 要不 你就倒大霉了 不但嚣张狂妄 而且还透露出 一股傻气 夏丽大喝一声 戴继臣 你住手 他是省委夏书记 戴继臣高高扬起了右手 停在半空 醉眼迷离 夏想 夏书记 一愣神的功夫 忽然就从旁边又出来一人 此人 武士出头 浓眉大眼 一看就十分豪爽 他现身之后 也不说话 干脆利落地向前几步 一脚踢在 戴继臣的屁股之上 力气之大 又是冷不防的一脚 戴继臣一下子就被踢得向前一扑 脸朝下 实实在在地摔在了地上 什么东西 喝点马尿就撒旧疯 滚远点 别碍事 浓眉大眼踢到戴继臣之后 脚下不停 两步来到夏想面前 一脸尴尬 夏书记 不好意思啊 是我的失职啊 要是你不解气 我再打他两拳吧 来人夏想虽不熟 但也认识 正是 吴天孝两次提及的 鲁市市长 李同 一直想和李同见上一面 没想到 正式见面 会是这样一次偶遇 让人始料不及 还哭笑不得呀 不过别说呀 李同的爽直 和毫不犹豫的一脚 不但给夏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让夏想对李同 一下子大声好感 骑上有排外的骑省人 也有真正豪爽的骑省人 夏想伸手 和李同握手 哈哈一笑 不打不相识啊 再说了 戴继臣同志 也没打着我呀 李市长 文明不如见面呢 我们今天的见面 别拒一格 相当有纪念意义啊 戴继臣从地上 一个翻身爬了起来 动作还挺利索 一见李同 李克就换了一副 点头哈腰的形象 还伸出右手 敬礼一样 像夏想认错 样子十分滑稽 夏想才不会和他计较呢 一白手 意思是 不再追究了 戴继臣却会错了意 上前一步说道 夏守姐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啊 一点就着 其实人挺好的 刚才多有冒犯呢 您要是还有气 就再踹我一脚吧 我绝不还手 说完 还转过身来 将后背朝向夏想 还真等下想上脚 夏想被他气乐了 哪里是什么公安局的副局长啊 简直就是一个活宝啊 就用手一推戴继臣 行了 别闹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还真硬了 不打不相识这句话呀 夏想的大度和随和 给戴继臣留下了良好 而深刻的印象 而在其后不久 戴继臣也在一场风波之中 选择了向夏想靠拢的立场 从而为夏想的大忌 立下了汉马功劳 成为夏想得力手下之一 随后 相情不如偶遇 夏想就和夏丽 李同坐到一起 重新开演 把酒言欢 因为有了刚才一个意外 却容易拉近关系的开头 夏想和李同一见如故 谈得十分投机 就连戴继臣也是自认 和夏想一见如故 至于夏书记 是不是对他一见如故 他不管 他反正他认定 夏书记是少见的 既年轻 又没有架子的好领导 他就对夏书记 既崇敬又亲切 还自认和夏书记 攀上了关系 就在夏想和李同 夏丽坐在一起 谈笑风声之时 夜幕下的鲁石 发生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事件 说不大 确实是没有惊动 多少人和事 几乎就在 悄无声息之中进行 说不小 是因为 虽然现在还没有波澜 但却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并且引发了 一系列后遗症 如果让史学家记载的话 今夜夏想和夏立的 深入议谈 和李同的意外相遇 也是一次 划时代的事件 奠定了夏想 在齐省第一步的迈出 万事开头难 谁能想到 李同和戴继臣 似乎并不重要的 两个人物的出现 却是齐省局势的 一个微小的转折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而遥远的五月 也在夜色之中 发生了许多事情 令传志和唐正吉 赶到五月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二人也没有停歇 准备连夜和五月市 公安局长 万元成见面 先前妻试探接触一下 但在谁先谁后的问题上 令传志和唐正吉 发生了分歧 按照级别 令传志比唐正吉高 论资格 唐正吉又比令传志老 两人谁也不太服谁 又各怀心思 都想抢先和万元成 接触 以便掌控一手资料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之时 一个出人意料的人物的出现 打破了僵局 省委副秘书长 温泽玄 犹如大便活人一样 眼睛一眨 就出现在二人面前 差点把令传志和唐正吉 都吓了一跳 还真是一大跳啊 因为两人都以为 省委方面的人都回鲁氏了 也确实 省委秘书长夏丽回去了 但偏偏有一个 让人遗忘的关键人物 留了下来 省委副秘书长温泽玄 本来是和夏丽一起前来五月的 但其后 她就如同消失了一样 不再台前露面 大会小会不见她的身影 就让处于慌乱和纷乱之中的众人 都忽视了她的存在 甚至 连五月市长司马北 也以为温子玄回省委了 只有周宇渊和温子吉清楚 温子玄低调的存在 是有意为之 她留在五月不回省委 是夏书记的刻意安排 而令传志和唐正杰并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赶来之前 温子玄已经在周宇渊和温子吉的配合之下 掌握了大量的 关于万元城方方面面问题的证据 司马北也被蒙在谷中 她在五月的地位 如日中天 甚至 隐隐有押周宇渊一头的趋势 却阴沟里翻了船 千房万房 却没防住一个女人的心计 女人心 在情场上 是天上云 让人琢磨不透 在官场上 是海底针 让人不知深浅 就连唐正杰也万万没有想到 没听周宏基说温子玄还在五月 怎么他 变戏法一样的出现了呢 令传志哥是心中惊讶万分 因为在动身之前 他和何江海会面时还谈到 他和唐正杰来五月 肯定意见相左 而周宇渊 应该会是倾向下向的立场 但在司马北 和他夹击之下 应该鼓掌难鸣 他当时还提出疑问 夏祥怎么会放手了 五月的局势呢 难道他不想乘胜追击 将五月局势 完全一手掌控吗 如果是 怎么没有留下人手 在五月继续推进局势 一个周渔渊 实在是难成大事 千算万算 还是实算 谁说夏书记没有留下后手呢 温子玄就是 温子玄作为 省委唯一的一名女性副秘书长 本来在省委就很显眼 因为他年纪不大 风韵犹存 女性魅力十足 但也正是因为 他太有女人味了 反而一直不受重用 原因很简单呀 官场是是非场 谁也不愿意 在省委大院里 闹出什么 不好听的绯闻出来 偏偏夏乡就重用了温子玄 偏偏又没有人乱说什么 原因也很简单 夏乡比温子玄年轻几岁 似乎有一个共识就是 男人只爱小女人 不爱大女人 在温子玄的面前 夏乡虽是领导 但却小了许多 还有一点 人所皆知的事实是 夏乡有一个 漂亮贤惠的夫人 于是 人们的思维 就不再认定 夏乡和温子玄之间 会发生什么 也对 夏乡和温子玄之间 是没发生什么私情 但却有 重大隐情发生 就在所有人眼皮底下 和夏乡记对应的 省委副秘书长 没在省委 竟然没人在意 还真应了一句俗话呀 灯下黑 只可惜 有时有些错误 只能犯一次 在看到温子玄 一脸颇有诱惑之意的笑容 出现在眼前之时 令传志和唐正杰 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惊讶 二人的感觉大致相同 本来各怀心思 准备前来按照自己的想法 将五月局势理顺 朝着 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方向发展 却木然发现 一来 就被人打了闷棍 而令传志和唐正杰 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是一盘 已经下到最后的残局的棋局 甚至 他们连选择合局的权力 都没有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247集 宁可得罪小人 就连周渔渊也 暗暗佩服 温子玄的手段 他没有想到的是 和司马北较量多年 他一直未能占据上风 但在温子玄和温子基 姐弟二人推动之下 司马北在五月多年的布局 即将回于一旦 一开始 周渔渊还有点轻视温子玄 认为一个既无实权 又无后台的女省委副秘书长 在省委大员多半也是点缀的角色 因为相关规定要求 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官员 以温子玄的长相 大概是冲树才当上的省委副秘书长吧 一般人都有一个通病 认为漂亮的女人没能力 有能力的女人不漂亮 虽说温子玄今年四十有余 但依然可以从眉眼之间看出 当年年轻时 绝对是一等一的美女 即使她现在年过四十 一平一笑 却依然有动人心魄的魅力 但接触之后 周渔渊才发现 她不但错了 而且还大错特错 因为用一句人所共知的细词 来形容的话就是 这个女人不寻常啊 幸好周渔渊暗中擦了一把汗 温子玄留在五月 不是在背后整她的黑材料 否则她现在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好 温子玄和温子姬联合 暗中进行 才多大的功夫 就列决了一大堆万元城的罪状 周渔渊就知道 平常不险身不漏水的温子姬 暗地里没少做手脚啊 仗着公安局副局长的工作便利 估计在背后 搜集了不少人的证据 而万元城问题的背后 渐渐直指司马北 让她一直奈何不了的司马北 一向自是后台强硬 并且手腕高超 估计万万也没有想到 却会在阴沟里翻船 周渔渊更震惊的是 让她一直轻视的温秘书长 在五月市的内部 关系网之广 人缘之好 如果不是她亲眼所见 说什么也不会相信 一个并无多大实权的 神尾副秘书长 在五月 会有错综复杂的人脉 就让她完全相信了一句话 宁可得罪小人 不可得罪女人 问题是 司马北既没有调戏温自宣 更没有对她使乱中气 却被她暗中摆了一刀 这个冤大头 实在是当得窝囊了一点 司马北当冤大头还在后头 眼下 先要由令传志和唐正杰尝尝 当冤大头的滋味 温秘书长 令传志先是惊叫一声 不是惊喜 是惊讶 然后主动伸手 我还以为你回省委了 怎么 留下有事要办吗 要先掌握主动再说呀 因为此次联合调查 省委方面 并没有指定以谁为主 但按照级别 她级别最高 李英是第一负责人 令传志就像先入为主 摆出的姿态 不料 她的手伸在空中 温自宣 却没有接 要是别人 不接她的手 她肯定尴尬 但温自宣 却用一个巧妙的动作演示了 她眼嘴一笑 然后又顺便摆了摆手 笑道 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什么手啊 见歪了不是 然后她又自下而上 意味深长的 打量的唐正杰一眼 唐厅长 才几天不见你 用精神来不少呀 我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别另听着 小上三岁 还是五岁呀 官场之上 差三岁 就差出一戒了 年龄是个宝案 而令传志 最忌讳的 就是她的年龄 因为 她如果明年 再生不了一步 就该退下来 年龄 现在就是她的心病 唐正杰呵呵一笑 文秘书长好记性 我比令厅长 小了六岁 在他面前 算是小老弟了 不过和你相比 就是老大哥了 令传志的脸色都轻了 最独莫过妇人心 一点不假 温子杰一上来 就挑拨离间 打击她的威风 让她刚刚提起了 一点优越感 立刻消失殆尽 女人哪 有时 真是比男人刻薄多了 更气人的还在后头 也不知唐正杰 是有心还是无意 叶伸手和温子杰握手 而温子杰连迟疑一下也没有 就和唐正杰的手 亲热地握在了一起 很明显 刚才是故意冷落她 令传志就立刻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温子杰是有意在五月停留 就是等候一个时机 现在时机来临了 她要的就是 联合唐正杰 挤兑她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如果温子杰 真是下降的布局的话 那么 下降的目光也太长远了 怎么会料到 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的联合调查 会是各怀心思的局面呢 下降 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吗 令传志从鲁氏出发时 还信心十足 认为 他和唐正杰前来五月 必定马到成功 再配合何江海 在鲁氏操纵的 鲁成良贪污受贿案件 不但让鲁成良身败名裂 而且还能将五月局势掌控 争取挽救万元城的政治生命 乐观的话 坐实了鲁成良贪污受贿的事实 万元城就算有陷害鲁成良 嫖娼的嫌疑 也顶多是一个警告处分完事 最后 何江海完胜 意识着 下降和李定山的出手 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齐省局势 还是牢牢地掌控在齐省人手中 更深层的用意就是 何江海 就可以向总理交差了 不至于让五月局势失控 从而影响到延夜大计 但刚来五月 连椅子还没有坐热 令传志的信心就迅速消退了 因为他第一次发现 站在面前的风韵迷人的温子玄 在风情万种的笑容背后 是深不可测的 政治黑手 不要紧呢 他还有司马北市长的支持 还有市纪委书记的配合 不信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省委副秘书长 能在五月闹出什么名堂 只不过和唐政杰一唱一和 挤对了他几句 至于被惊吓得失去信心吗 令传志片刻之后 又恢复了镇静和自信 他就是要在五月 按照他的意志来决定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令传志很快 就领会到温子玄的真正手腕 不只是他 连司马北市长 在五月事件之后 从此未观察女人如虎 天刚亮 夏夏就被电话吵醒了 昨晚和夏丽 李同的饭具 吃的时间长了一点 难得有共同语言 回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九点多了 曹树立已经睡下 他就没有打扰他 睡在了书房 手机调成震动 放在桌子上 嗡嗡指向 他睁开眼睛一看时间 才六点多一点 谁一大早就来吵他呢 竟然是谷玉 安冲 半天才接电话 肯定还没起床 谷玉的声音 很有跳跃性 就如窗外 已经叫成一片的鸟声 显然是心情不错 谷玉失眼了 上次才说 要晒他一个月 这还没晒够一周呢 就又主动打来电话了 才几点呀 你净捣乱 一大早的 就叫人轻梦 想想只好起床 不起也没有办法呀 谷玉也不是胡闹的孩子 一大早来电 肯定有事 不过 他预期轻松 应该没坏事 但是 也没有好事 谷玉嘻嘻一笑 听我说呀 我今天不到 明天一定到楼市 你不用到机场接我 毕竟夫人在 不方便呀 到时 直接到宾馆找我就行了 我开好房间等你 幸亏没和曹树立住在一起 否则刚才的话 任谁听了 都有奇异 夏夏知道 谷玉是单纯的好孩子 别人可不知道啊 又有什么事情啊 难道你是 夏夏脑中灵光一闪 你还没死心呢 没有 谷玉倔劲上来 就和夏夏对着干 你不让我晒眼 我就晒给你看 我当鲁市 就是考察市场 你不接待我 我直接找省政府方面洽谈 你看着办吧 得 还真被谷玉乱了清梦 夏夏不免无奈一笑 谷玉是单纯的 但也有性子 他说来肯定来 说投资 说不定 还真要跻身到 伟大的晒颜事业之中 既然挡不住谷玉前进的脚步 就得想个办法 让他转移兴趣 否则 真要等谷玉一心晒颜 还真是为他出了一道 天大的难题呀 前思后想一番 只有将他的计划提前了 本不想在总理视察之前 摆出大阵势 但古余的意外之举 让他只能再次加快 在其一省的布局了 夏夏也不惯现在几点 直接拨通沈丽春的电话 丽春呢 请转告程总 计划提前了 沈丽春起床比较早 正准备出去跑步 意外听到计划提前的消息 他也没有多问 好 我马上向程总汇报一下 刚挂断沈丽春的电话 夏夏也没打算再睡回龙觉 准备也出去散散步 清醒一下 今天肯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还没出门 电话又响了 还真够繁忙的呀 古余的电话 好像打开了一个口子一样 不过一看来电 是一个陌生号码 夏夏就不想接 再一看 似乎又有点印象 还是犹犹豫豫的接听了 夏书记 不好意思 一大早就打扰您呢 我是戴继承 就是昨晚 差点打你一圈的那个坏人 有印象没有啊 如果戴继承一开口就说 是和他一起喝酒的 鲁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想想说不定 还真对戴继承有点看法 但戴继承的开场白 不但很有特色 也有直爽自然的一面 夏夏就笑了 呵呵 继承啊 有事就说 带继承一听 夏书记没有见外 还挺亲切 立刻兴奋莫名了 夏书记 我有重大情况要汇报 上午一上班 就召开常委会 研究国资委副主任的 接任人选提名 在听到廖德义 再次提名陈秋冬之时 李丁山出人意料地 选择了沉默 而下相也没有反对 结果陈秋冬的提名 很顺利地 就通过了常委会的表决 就连周洪基也大为不解 下相怎么抬手放行了呢 何江海也是沾沾自喜 认为常委会的胜利 是五月胜利的开局 不料转念一想 忽然惊醒 不好 上当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二百四十八集 缓缓相扣 昨晚 廖德书 廖德义还公司兼顾地和陈秋冬见了一面 余公是代表组织部和陈秋冬谈话 余思是告诫陈秋冬最近低调一点 别再惹事了 何书记对他寄予厚望 一直想扶他上位 他不能再晃来晃去了 不当一回事了 陈秋冬 当着廖德义的面 拍着胸膛保证 从此 跟随何书记和廖部长的脚步 安前马后 绝不退后 陈秋冬 胸膛拍得越想 廖德义 越看不起他 不就是他妹妹 跟了何江海 何江海 才不遗余力地扶他上位吗 不过是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货色 要本事没本事 就是会说好听话 别的事情一无是处 吃喝玩乐 倒是样样精通啊 整个一个政治流氓 何江海也是的 烂泥扶不上墙 非扶他干什么呢 什么人都能混官场吗 真是花天下之大忌啊 但廖德义 说服不了何江海 既然何江海一心 要扶陈秋冬起来 就让他扶好了 反正他作为组织部长 只管提名上去 成语不成 要看丘仁礼 和下相 是不是放心了 常委会上惊人的顺利 也让廖德义十分惊讶 明明在他请示下相的时候 听到下相语气之中 不满之意 怎么一转眼 下书记大度到了 连一句反对的话 都没有的程度呢 下相大度也就算了 毕竟相比之下 下相还有圆滑的一面 李丁山怎么好好的 也没有反对呢 不解归不解 廖德义也没有审思 一散会 他还没有回到办公室 何江海就积极拉住了他 陈秋冬 昨晚在哪里啊 廖德义正没好气 事情顺利的有点诡异 他心里也没底 就说 我怎么知道呢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又不是他的亲戚 对于廖德义 明显嘲讽的回答 何江海也顾不上生气 一脸焦急的表情 都是什么事啊 陈秋冬 太烂泥了 常委会都通过任命了 他人却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廖德义也是一惊 大伙人怎么能不见了呢 今天又不是周末 陈秋冬除了上班 还能去哪里呢 又一想 烂泥也是你的烂泥啊 和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不对 大有干系 因为陈秋冬是他的提名 任命通过了 人却不见了 玩笑就开大了 身为组织部长 是天大的市职 电话打不通 单位没上班 家里说 一晚上没回家 妈的 什么玩意儿 何江海骂了一句粗话 丢下廖德义转身走了 一脸急切不安 何江海的不安 落在廖德义的眼中 也让他没来由 打了一个机灵 陈秋冬 别出事才好啊 万一现在出了什么事情 他就负有 识人不明的过错 陈秋冬是烂泥 他不想沾一手脏啊 但事情 往往会朝不好的方面发展 廖德义刚回到办公室 电话就急促的响了 声声吓了他一跳 心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急忙接听 里面就传来何江海 气急败坏的声音 妈的 陈秋冬被市局抓了 啊 事情真是闹大发了 他提名的人选 刚刚在常委会上获得通过 本是好事 没想到出水才见凉腿泥啊 谁他妈的给他 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呢 简直就是将人往死里整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朴苏幼女 被当场抓获 何江海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说道 显然是气得快发疯了 好啊 下狠手了 等着 看我不好好的还回来 现在不是说狠话的时候啊 廖德义忙说 何书记 最好亲自到市区走一趟 能将事情捂住 就赶紧捂住吧 攻不出来就晚了呀 何江海只说了一声好 就挂断了电话 何江海如何善后 廖德义现在不太关心 他现在也和热锅上的蚂蚁 没什么两样 在办公室转了一圈又一圈 只差一点就满头大汗了 完了 上当了 肯定是下响的手腕 陈秋冬的死活 廖德义并不关心 他只关心的是 陈秋冬的事情 到底会不会闹大 因为一旦闹大 他身为组织部长 不但会落人笑柄 让人怀疑 他的人品和人格 而且还会让他以后的提名 很难再获得各位常委的支持 再深入一想 糟糕 陈秋冬的提名 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大坑啊 夏夏和秋冬里 稳坐钓鱼台 眼睁睁看着他和何江海 一步步的跳进了大坑 不但没有拉上一把 连提醒一声都欠缝啊 真够歹毒的 要的就是 为他名声 让他组织部长的权威大敌 试想 提名了一个 被市局当场抓获 嫖宿幽女的人 担任国资委副主任 真要坐舍的陈秋冬的问题 他以后 还有什么颜面 在提名自己的人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再联想到 即将迎来的全省范围内的人事调整 廖德义恍然大悟 果然是 环环相扣的阴谋手段呀 要的就是 让他在接下来的人事调整之中 因为陈秋冬一事的牵连 而大大削弱 发炎的力量 想通此节 廖德义终于出了一脑门子的汗 急忙不管不顾的抹了一把脸 准备亲自动身 前往市委一趟 以身为组织部长的权威 将陈秋冬的事情 扼杀在萌芽之中 因为 鲁市市委书记袁绪强 不但是自己人 是公安局长顾舒全 也是自己人 想要将一件 并不算大的 朴俗幼女事件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也不算是一件 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陈秋冬也是 怎么和他同性本家 关系一样 屡教不改呢 有了燕照门之后 也不知道收敛 都喜欢幼女嫩膜吗 真是变态 一边想 廖德一边收拾东西 正要出门 脑中还闪现过一个念头 鲁成梁嫖娼被抓 陈秋冬 嫖宿幼女被抓 怎么想 怎么是一报还一报啊 他还好 只需要顾及名声 挽回声望就行了 何江还可要暴怒了 不但被挑战的权威 还被打了脸 而且说不定 下想还有后手 廖德一猜对了 他刚出门 就差点吓得惊叫出声 险些没有被吓出心脏病 因为门口站着一人 背着手 板着脸 似乎已经摆好了阵势 正等他的出现 不是别人 正是下想 下想十分严肃地说道 廖部长 要出门吗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 都先放一放 开个紧急会啊 廖德一好不容易 踩平静的心情 又猛然大跳 夏 夏叔姐 什么鬼 一紧张 竟然结巴了一句 我也不清楚 刚才是叶秘书亲自来通知我的 我顺道就通知了你 下想平常 很少有板脸的时候 就算不笑 也是一脸温和 今天的脸色 异常地严肃 说话的时候 也官腔十足 就更让廖德一 心中愈发没底 想走也走不了了 廖德一 只好跟在下想身后 一路心慌意乱地 朝省委书记办公室走去 廖德一 在迈进丘人里办公室的一刻 他的脸色 就一片灰白了 和廖德一的脸色灰白相比 何江海的脸色就是铁青了 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厅长 一连串的头衔 让何江海身上的权力光环 无比耀眼 再加上 他身为半岛帮势力的 领军人物的身份 不夸张地说 何江海是一个 在骑省跺一脚 就要颤三颤的人物 在鲁市 他更是光芒万丈 无人挑战他的权威 今天 他却碰壁了 因为 当他提出 要亲自过问 陈秋冬案件之时 却被市局副局长 戴继臣 委婉拒绝了 话说得好听啊 理由也很充分 但就是 不放人 不让外人插手 陈秋冬案件 案情重大 李市长 已经第一时间 上报了省委 省委 邱书记 亲自打来电话 要求专案专办 现在由他 全权负责 言外之意就是 现在戴继臣 将越过市局局长 越过市长 和市委书记 直接向省委书记负责 其余人等 包括何江海 对不起 清考边站 一般而言 专案事件也并不少见 少见的是 戴继臣还真拿着鸡毛当令件 谁的面子也不给 官场中人 谁不知道 县官不如县管 专案结束之后 戴继臣还要在市官局当副局长 还要在袁绪强的眼皮底下挡拆 他以后不想混了吗 戴继臣既有官场中人的手段 拥有无赖的气质和混混的赖皮 说白了 整个就是以政治流氓 况且他又再理 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何江海几乎要暴跳如雷了 也气得袁续强 差点说出 将戴继臣就地免职的话 但忍了一忍 又忍住了 毕竟戴继臣抬出了丘人礼 是真是假 稍后再说 至少要先在场面上先过去 况且 李同一直不发言 明显是偏向戴继臣的立场 再说 戴继臣的做法 从程序上讲 无可厚非 人是戴继臣抓的 他有优先处理权 何江海在齐省纵横多年 自认无所不能 却被一个小小的市局副局长 逼到了墙角 他只差一点就骂人了 但终究还是没有骂出口 因为下相来电 省委副书记下相亲自打来电话 只为通知何江海 诉回省委开会 语气很严厉 而且还特意强调了 马上 是不容置疑的口吻 何江海不敢怠慢 急忙动身 一出门才发现 外面已经被愤怒的人群 围了个水泄不通 人群打出的调伏是 严惩凶手 还百姓一片青天 人群急急嚷嚷 群情激愤 陈秋冬的许多陈年旧账 被全部翻了出来 陈秋冬事件 沸腾了 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才刚刚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二百四十九集 后手之后 还有后手 何江海的内心 终于有了一丝不安 因为他知道 陈秋冬干过什么坏事 干过多少坏事 要是都抖出来的话 不死也得脱层皮 问题是 下想才来不久 怎么就查到了 陈秋冬的底细呢 再说了 就算下想知道一点 陈秋冬的事情 但打狗也要看主人呢 难道他看不出来 陈秋冬 是他照的人吗 直到此时 何江海还一心认定 下想在齐省 就算想站稳脚跟 打开局面 也必须要和他妥协 更认为他是 下想绕不过去的高山 不管下想 想在齐省达到什么目的 盘登到什么样的高度 没有他的点头 下想 休想在齐省 有任何作为 何江海底气十足 在分开人群 回到省委的一刻 他还认定 陈秋冬的事情 一定能遮盖过去 否则 他的脸面就丢尽了 而且 会让整个半岛帮 都小瞧了他 也不知是何江海 过于自信 还是 他确实太有势力了 不管是本土势力 还是京城后台 都足以和下想抗衡 反正 他想也没想 另一个可能 下想不是想绕过他 也不会和他妥协 而是想 直接踩着他的肩膀上位 何江海一路升着闷器 来到省委 一步迈进丘人里办公室的一刻 他和廖德义的表现一样 脸色 一下子灰白了 印象中 似乎从未发过火的丘人里 坐在正中 一脸怒不可遏的表情 下想则坐在下手 也是一脸严肃 而孙习民 坐在丘人里的对面 一脸凝重和怒容 其余几人 料得一垂头丧气 好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一样 神采全无 夏立则站在一旁 和别人十分明显的情绪外露不同的是 他反倒平静如水 山高云深 桌子上凌乱地扔了一堆资料 有照片 有文字材料 还有光盘 桌子正中 摆放了一台电脑 打开在屏幕上闪动的网页 黑体大字 触目惊心 政治流氓 强奸女中学生 嫖宿幼女 其省省为组织部提拔 道德败坏的党员干部 下面 有无数的根铁 我人肉了 省为组织部长叫廖德义 人称笑面虎 他提拔了陈秋冬 证明了他也是政治流氓啊 嘿 你懂什么 人家关系铁啊 知道是哪一种铁部 肯定是一起嫖过昌啊 感情是 妈的 我每月交一两千的税 养了一群政治流氓 真是瞎了我的 可惊狗眼啊 了得一长的那叫一个丑啊 我呸 就他那形象 他找小姐 会不会让小姐做噩梦啊 我听说 陈秋冬是何江海的小舅子 何江海老婆不姓陈呢 你傻呀 当官的小舅子多 我靠 政治黑幕 下面的留言还有很多 有的不堪入目 有的甚至披露了许多深层次的内情 只看的何江海 心中翻江倒海 老脸红的滴血 再看桌子上的照片 差点没有让他晕厥过去 陈秋冬 赤身裸体的 蹲在地上 一旁一个女中学生模样的女孩 盖着被子 眼睛红肿 何止让人抓的现行 完全就是 捉奸在床 甚至 用案发现场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呀 何江海本来提了一口恶气前来 准备好好的告上市局戴继臣一座 然后再利用手中权力 给戴继臣穿穿小鞋 不想一口恶气一下憋在了心中 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当头打了一记门棍 何江海用力过猛 再加上落差太大 一下没能适应 摇晃一下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丘人里第一次 当着所有人的面 拍了桌子 不像话 败类 然后 又语气十分严厉的 批评廖德义 德义同志啊 你怎么回事啊 提拔干部 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 来不得半点马虎啊 作为组织部长 如果不能很好了解到 要提拔的干部的品行 是非常失职的行为啊 你两次提名陈秋冬 出于对你的工作的信任 包括我在内 所有同志 都投下的赞成票啊 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 你说说看 你让省委的脸面 往哪放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丘人里直接将一大顶省委的大帽子 压在廖德义的头上 廖德义哪里有资格 有能力扛得住呢 他脸憋得通红 任何反扑和解释的话 都说不出来 是啊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用丘人里点名 他就知道 他在省委算是 颜面扫地了 廖德义除了痛恨 幕后知事之人之外 也痛恨何江海 因为正是何江海 非要推举陈秋冬上位 才让他现在 置于如此尴尬的境界 他又没收到陈秋冬什么好处 何苦来在呢 关于陈秋冬的问题啊 我已经做出了批示 孙习民发言了 和以往批示 需要经程序转手 交到何江海手中不同的事 他直接将批示 面对面地 交到何江海的手中 何江海就明白 秋冬里是台前总指挥 下想是幕后黑手 而夏立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暂时不好下结论 但孙习民 在此次事件之中 已经非常明显地 和秋冬里 保持了空前的一致 向他出手了 批示内容是 请省公安厅派专人调研 可采取暗访 如属实 坚决打击 严惩犯罪分子 是 坚决按照孙习生的指示办理 何江海不服软不行了 陈秋冬事件 从正面打击廖德义 暗中打击他 一箭双调 是一条毒计 看着一眼不发的下想 何江海在深受打击之中 怒火依然不可抑制地高涨 都是下想的阴谋轨迹 陈秋冬肯定着到下想的道 下想一来齐声 齐声就风起云涌 下想就是扫把星啊 下想就是所有事件的罪魁祸首 一定要严肃查处 绝不姑息 丘仁里怒气未消 又冲廖德义说道 立刻撤销 对陈秋冬的任命 组织不就此次事件 做出深刻反省 有必要的话 向神尉做出书面检讨 这个决定就很有力度了 廖德义脸色发白 想申辩一句 却被丘仁里冷军而阴冷的表情一下 终究没有再开口 何江海不肯认输 他傲慢归傲慢 政治智慧也是有的 一瞬间就联想到了 已经提上日程的人事调整 自己一方 在人事调整中 最有发言权的 就是廖德义了 如果廖德义因为陈秋冬事件 向神尉真的做出书面检讨 一切就完了 在随后的人事调整之中 廖德义这个神尉组织部长 就成了笼子的耳朵 摆设了 至此 何江海已经完全弄清了 整件事情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陷阱了 他以为 下下出来骑上 鲁师没人会暗中帮他 不想 还是齐一场一招啊 想想比他想象中厉害的几分 也阴险的几分 求说解 德义同志 又不是万事同晚 他识人不明的过错也许有 但问题还是 出在陈秋冬自己身上 陈秋冬不自爱 也不能连累了德义同志做检讨啊 何江海还抱着 大事化小的态度 希望省委 考虑到事情特殊性 因为我怀疑啊 陈秋冬同志的问题 也有被人陷害的可能啊 组织部长的职责就是 审核和选择干部 就和法官判案一样 心中要始终有一感 公平之称 夏夏终于说话了 表情很肃然 语气很坦然 廖德义同志 两次提名陈秋冬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呢 提拔干部是一件 非常严肃而神圣的工作 而且陈秋冬的问题 已经给省委带来 巨大的负面影响 省委现在很被动啊 民意如潮啊 夏夏说完 夏丽也表态了 我认为啊 现阶段 必须要拿出一个认真处理的态度了 否则呀 网上的民意 就会把我们骂个半死啊 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 尽快平息 网上负面舆论 引导舆论导向 同时啊 尽快将陈秋冬的案子结案 给网民一个交代啊 网民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群屁民罢了 何江海正要开口反驳几句 秋人里不再给他机会 直接拍板了 就这么定了 西敏呢 亲自关注一下 陈秋冬的案件 夏向负责组织部的问题 夏丽联合宣传部 尽快消除网络上的负面影响 一散会 何江海就急急来到 廖德义的办公室 商议对策 廖德义笑面虎的形象 早就不见了 一张苦瓜脸 对何江海诉苦 何书记啊 你别一下会 就急爸爸来我的办公室 好不好啊 不是明摆着 让夏向他们说三道四吗 怕什么呢 让他们背后说几句坏话 又不会掉一斤肉 随他们去吧 何江海还是 满不在乎的态度 我是告诉你啊 要坚定立场 不要后退 总理一周后 就会来掳视他 是真是假呀 廖德义刚被打击得 十分沮丧 总理如果能及时到来 确实是好事一件 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啊 要的就是 突然视察的效果 就是让一些人琢磨一下 背后的政治意义 何江海十分笃定 你听我说呀 挺过这一关的话 总理一来 事情就都会迎刃而解 不要怕求人力和下相 联合挤兑你啊 到时 总理会听你说话的 一周的时间 真的够用吗 等何江海 急匆匆离开之后 廖德义越想 越觉得 这一次的关卡 恐怕真的很难过去了 何江海似乎有点过于乐观了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 确实 突然又有了 出人意料的转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二百五十集 加快进度 机会来了 周鸿基在得知 陈秋冻落网的消息时 第一反应竟然是 兴奋莫名 随后一想 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怎么会和下想立场一致了呢 真是 多多怪事 但又一想 不免自嘲地一笑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他和下想 虽然后台是对立的双方 但他来到齐省之后 和下想之间 并没有利益冲突 何必非要抱着成见 敌视下想呢 其实 推门进来 不等周鸿基开口 孙习民仿佛知道他的心思一样 说道 是的 机会来了 关了门 孙习民又换了一副严肃的面孔 不过 还有一个变数 总理可能要来齐省 总理 周鸿基吃惊不小 力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呢 有点小题大做了 孙习民摆摆手 高层的用意是怎么样 先不要想 关键是眼下 陈秋冬的政治生命 是完结了呀 但他一眠到底之后 到底是死是活 才是下想 留给何江海的一个 最大的念想啊 也是让何江海 投属忌器的 高明的后手啊 陈秋冬的问题 有这么严重吗 死有余辜啊 孙习民哼了一声 随后又摇头说道 当他是死是活 全看何江海 会不会做人做事了 孙省长 周鸿基经过几件事情 历练之后 成熟了不少 敏锐地发现了机遇 是不是可以利用 鲁成梁和陈秋冬 两件事情 并成一件 继续介入调查之后 然后 介入秋和夏的力量 在纪委内部 收权呢 孙习民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含蓄的一笑 有时间呢 多研究一下 想想当然 乡上纪委书记 是他所作所为吧 周鸿基 心领神会了 点头一笑 正好有一个事情啊 要向孙省长 汇报一声 五月的问题 出现了偏差呀 怎么了 孙习民一下愣住 随即一想 又明白了什么 夏夏留了后手 周鸿基点点头 是我疏忽了 早前也该想到夏夏 肯定不会完全放手 然后放心的 让纪委和沈公安 听取五月调查呀 哈哈哈哈 不怪你啊 我也被他骗到了 哈哈哈哈 孙习民反而哈哈一笑 其实夏夏啊 有时没那么讨厌呢 如果你和他合作的话呀 会发现许多惊喜的 当然了 如果你是他的对手的话 也会被他 层出不穷的手段 气得发疯啊 周鸿基已经不需要 孙习民点醒了 他现在 基本上理顺了 下一步在其省的立场了 知道该怎么做 才符合利益最大化 我已经暗示唐政节了 尽量配合温子玄的工作 哈哈哈哈 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啊 纪委书记 暗示公安厅副厅长 而不是 同志纪委副书记令传志 孙习民明示说笑 其实也是无奈其声 局势之复杂 不过呀 我对温子玄信心不足啊 哈哈 孙乘长 您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啊 周鸿基开了一句玩笑 唐政杰说呀 令传是在温子玄面前 吃瘪了 而且呀 温子玄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甚至 还有可能 会有更惊人的后手啊 孙习民 也却是轻视的温子玄 一听此话 吃惊不小 呃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不但是孙习民 轻视的温子玄 夏立轻视的温子玄 几乎整个省委 都轻视的温子玄 甚至 包括夏祥 夏祥不是神啊 也不会一眼就看出 温子玄的精明和能干 初始 他也以为温子玄 是靠脸蛋上位的 充数的 省委副秘书长 但在接触几次之后 尤其是 随着他对吴天孝的了解 他就愈加意识到 温子玄 这可女人不寻常啊 因为吴天孝 是他郑重推荐上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等温子玄前往五月不久 他的动向 他的动作 他在五月 悄然为之的一系列手脚 都让夏祥 为之惊讶 随着温子玄 一个又一个的汇报电话 让夏祥远在路时 却如亲临五月一样 将五月的现状和局势 通过温子玄之口 了然于胸之时 他就知道 温子玄是一个人才 还是难得的人才 之所以他不被人重视 恐怕还是因为 他太有风韵了 人都有 以貌取人的习惯 但正是因为 形成了习惯而不自知 就成了失误 甚至 邱人力在齐省时间 比下想长了许多 也没能发现 温子玄的过人之处 夏祥之所以重用 温子玄 不怕人言可畏 也确实和他年轻有关 想想也是滑稽 一个有几分 姿色的女性官员 在省委之中 不受重用 就是因为 长得太夺目了一些 也不知道 是悲哀还是不幸 话又说回来 官场之上 漂亮的女性高官 还真是不多呀 梅小离算是特例 她有良好的出身 和显赫的家世 无人敢对她 有非分之想 因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 温子玄能坐到 现在的位置 也不简单 至于她以前 是怎样上位 夏祥不关心 她只为温子玄的手腕叫好 于是 随后留温子玄 在五月继续布局 也就顺利成章了 有温子玄在五月照应 下想就可以腾出手来 再掳施布局了 其实 也不能算是她的布局 准确地讲 是她的默许 到了她现在的级别 基本上想做什么 只需要暗示 下面自会有人 去操办一切了 不得不承认 吴天孝在某些方面 确实有天赋 所有事件 不但做得天衣无缝 还受到意外之外的效果 主动带队 抓获陈秋冬的人 竟然是 戴继臣 说实话 下想比较喜欢戴继臣的为人 有讲义气的一面 也有耍赖的一面 是个可用之人 而李同 也是一个有趣之人 一脚将戴继臣 踢倒的一幕 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 如果让下想知道 孙锡明猜到他的下一步 他也会佩服孙锡明几分 确实 根据吴天孝手中搜集的证据 陈秋冬 死有余辜 但想让陈秋冬死 也真没有那么容易 一个人 一旦牵涉到各方势力 成了一个支点 是死是活 就得看各方势力的较量了 在政治上 有时一个字的改动 谁先发言 谁后发言 还有 在新闻媒体上 露面次数多少 甚至 走路时 落后半个身子 还是一个身子 都有政治内涵 都有涵而不漏的 政治意义 换言之 有时一些官员 落马之后 是死是活 不看罪状大小 要看 想他死的一方的力度 和保他命的一方的决心 另外也不得不说 伍玥和鲁氏两处同时开局 并且明显加快的进度 比原计划提前了许多 其中 全因古玉的功劳 古玉提出 要来齐省晒岩 下下虽然反对 但他左右不了 古玉的想法 也没办法 向古玉解释清楚什么 总不成 告诉古玉 晒岩一事 关系着他和总理之间的对峙吧 政治斗争 还是远离单纯的古玉为好 当古玉提出晒岩的提议 又从侧面提醒 下下一个事实 就是 他还没有真正触及到 岩叶的内幕 就已经惊动了一些人 引发了过激反应 也间接说明 岩叶大计 事关一些人的根本利益 困不得 其实说到底 下想也没想 凭借一己之力就能翻天 他只是 想逐步将 岩叶内幕大白于天下 从而自下而上地 推动岩叶改革而已 事关国际民生的大事 他没有自上而下的决定权 但却有 可以自下而上 撬动一些利益链的推动的能力 只是 还没有碰 就有人不高兴了 和庞大的家族势力的垄断行业相比 岩叶每年的利润 也不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但话又说回来 事关百姓 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 没有妥协的可能 下想想要的只是 公正和真相而已 或许他的最低要求 也会有人不同意 是该加进在齐省布局了 本来他还想半年以后 才开始着手达财集团的大计 沈丽春已经到达鲁市 正在和李丁山会谈 商谈投资事宜 接下来 他也要和沈丽春见上一面 但眼下 还是要先去见见古玉 古玉说来就来 已经住在的贵河假日 几乎与古玉同时来到鲁市的 还有萧武 杨威和阿娜臣 没错 阿娜臣亲自动身 前来鲁市 就是要和下想见上一面 准备就陈市的下一步 向下想问及 而杨威此来 也是想借下想之手 打开鲁市和齐一省的市场 机会是要来了 也许是所有人的机会 但机会的背后 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既然有人想借古玉之手晒言 下想就反其道而行之 也借古玉之手 来推动他的布局 反正古玉是想投资 完心大过赚钱的心思 那他就让古玉 好好在齐省玩一玩 齐省可玩的事情很多呀 不仅仅是晒言才好玩啊 快到古玉下他的酒店时 电话就不期然地响了 是戴继臣来电 夏书记 重大情况 重大情况啊 戴继臣说话喜欢夸张 他有点兴奋过度 陈秋冬的案件 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呢 他不但招供出多次强奸中学生的事实 还贪污受贿三百多万 而且他还供出了何江海 夏书心中大跳 不好 事情发酵是期望中的结果 但现在发酵 时机不对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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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